在上次的影片中,我們帶大家從建立自己的資料庫 到使用YOLO V9進行訓練並辨識照片 今天我們將進一步走過鏡頭的串流 來實現即時辨識的效果 首先,一樣先打開我們的Eleconda 拿在我們上次建議的環境中開啟我們的終端機 接著在終端機中,我們要先切換到我們的桌面 到了桌面之後,我們建立一個YOLO的資料夾 然後在YOLO的資料夾裡面,我們要複製一個YOLO V9的資料夾 到我們的資料夾中 好,複製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CD再進去我們的YOLO V9這個資料夾裡面 接著我們要安裝YOLO V9相關的套件 那這些指令我待會都會放在影片下方 安裝完成之後,我們可以檢查一下我們的桌面 是不是有確實建立一個YOLO的資料夾 在這個資料夾裡面,是不是還有我們該複製下來的YOLO V9的資料夾內容 訓練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上次GO COLLAB訓練的環境中 把我們上次訓練的權重給下載下來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權重的位置 我們就依據相對應的位置找到我們權重檔案 好,那找到我們這個best.pt的檔案之後 我們點擊下載 下載到我們的電腦中 存放的位置就是我們剛才建立的YOLO V9的資料夾裡面 好,載下來後,確認一下有沒有確實下載下來 OK,載下來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步了 一樣再打開我們ALACONDA環境中的終端機 切換到我們YOLO V9的資料夾中 接著輸入這段指令 它就會開啟我們的鏡頭,即時辨識了 是不是很簡單?關注我 帶你發現更多有趣的新知識 我們下次見,掰 我們之後再看 開啟 第一次開啟 我們接下來